一周新闻资讯聚焦时事乐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金伟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焦点 首先让我们回顾上一周国际国内的新闻简讯 在顺利完成拉美三国访问之旅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在回程中于23日惊停西拜亚大家纳利岛 西拜亚政府副首相索拉雅专程赶往加纳利与西主席会面 据每日新闻报道 西拜亚王室国王菲利普六世和王后莱利西亚28日抵达波尔图 开始维系三天的葡萄牙国事访问 葡萄牙总统马赛洛索萨将邀请西拜亚王室 在吉马良斯的库克斯布拉甘萨宫殿共进晚餐 福星集团通过1.75亿欧元收购千禧银行16.7%的股份 成为葡萄牙最大私有银行千禧银行的最大股东 其后福星集团可增持股份至30% 据观察者报道 美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计划 在欧洲设立第二座抄袭工厂 该工厂将用于生产电池和汽车 葡萄牙经济部葡萄牙经贸促进局 目前均在密切关注这一消息 新华社李斯本消息 中国银联子公司银联国际21日在李斯本宣布 已与葡萄牙最大信用卡发卡及收单机构 尤尼克勒达成合作 将尽快实现尤尼克勒旗下所有商户受理一连卡 据每日新闻报道 11月21日 法国内政部部长贝尔纳德卡泽内夫在巴黎表示 法国警方在马赛和斯特拉斯堡 成功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计划 逮捕了7名犯罪嫌疑人 其中一名摩洛哥裔的犯罪嫌疑人 伊赫F 曾经是葡萄牙北部城市阿威洛的居民 根据瑞士信在最新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 葡萄牙现有54233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翁 比去年增加1339人 2017年伊比利亚米其林餐厅指南 24日在西班牙赫罗纳公布 葡萄牙共有21家餐厅上榜 其中有5家餐厅被评为米其林二星 西班牙国家警署发布公告 面向社会公布了10名身背司法机关通缉令 外有重大案件的再逃要犯 呼吁发动群众力量收集线索 西班牙国家税务级发起Big Black专项行动 在巴塞罗纳港口屡屡截获发货自中国的涉嫌仿造名牌的假冒服饰商品 共达18万5000件 共有11个大型提装箱被查 从中轻脚的仿造品牌夹克衬衫 的价值共计490万欧元 2016年11月12日 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 为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公伟绩 继承和弘扬中山先生的爱国情怀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葡萄牙中华总商会 继吕蒲各侨团 在李斯本娱乐城共同举办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型活动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 率使馆外交官 葡萄牙中华总商会会长蔡文贤 等吕蒲华人社团侨领 在蒲中资企业 留学生等华人社会各界代表近600人 共同参加了本次大型纪念活动 当天的纪念活动主要分为三部分 活动一时大屏幕滚动播放了一系列 介绍孙中山先生生平的历史文献图片 主持人吴依佩向观众简绕 介绍了孙中山的光辉一生 并共同回顾了他的光辉革命人生旅程 当天活动的第二部分为嘉宾致辞 葡萄牙中华总商会会长蔡文贤先生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先后发表致辞 纪念活动的最后一部分 即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活动 大型文艺会演 以一曲悠扬的梁柱开场 吕仆华人音乐家 宾超老师和郑务老师 领衔的李斯本乐团 将来自西方艺术的小提琴 和源自中国传统故事梁柱 完美结合 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绝妙的视听盛宴 此次大型文艺会演 从主持人到演织人员 均为旅仆多年的音乐家及文艺爱好者 其中新晋刚刚成立的葡萄牙中华合唱团 以一曲英雄赞歌压轴出场 在李奇老师的专业指挥下 中华合唱团的成员们身着华丽的礼服 以优美和谐的歌声 赢得了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11月15日上午 第一届中国葡萄牙商务论坛 与李斯本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 商务参赞徐伟丽 葡萄牙经济部长曼努埃尔 葡萄牙中华总商会会长蔡文贤 葡中工商会主席Joan Marquis Cruz 葡中青年企业家协会主席Alberto Neto等 出席了论坛的开幕仪式 本次论坛吸引了来自上海、浙江、江苏、山东 和辽宁等省份的中国企业代表团组团参加 中华两国相关投资机构 以及博澳集团、环球伊比利亚传媒公司等 华商企业参展展示 当晚8点 第一届中国葡萄牙商务论坛闭幕式 即葡中工商会第三届庆典活动 在李斯本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 葡萄牙中华总商会会长蔡文贤 在庆典活动上致辞 国家电网、华为公司、中城保险、葡萄牙电力等 众多中资企业和葡萄牙公司代表 以及博澳集团总经理李强 环球伊比利亚传媒公司总裁詹亮先生等 旅葡华商企业代表应邀参加此次庆典 葡中工商会会长克鲁斯先生 在致辞中就此次中国葡萄牙商务论坛活动予以总结 他希望这次活动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社交活动 而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商业化的活动 此外他还总结了 葡中工商会对促进中普两国交往及商贸合作的贡献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在致辞中表示 本届论坛为中普两国企业增进了解、合作、架设桥梁起到了促进作用 并向中普两国经贸合作做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表示感谢 向庆典活动上获奖的企业表示祝贺 庆典活动为促进中普两国经贸往来和投资领域 做出卓越贡献的企业给予表彰 葡萄牙东方概念中国传统文化协会 为在场嘉宾献上了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舞蹈表演 赢得了现场嘉宾的连连称赞 葡萄牙传统医学发展与传播专家会议 继第三届中医药传统文化研讨会 于19日在李斯本澳门科技文化馆召开 当天研讨会一时 葡萄牙传统医学院执行董事 弗德利库·卡瓦琉首先发表讲话 他提到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 中医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中医药历史悠久 在其走入西方 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应保存其核心传统文化 随后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文化参赞 书建平致词 简要讲述了一带一路战略 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 他表示 中医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 是全人类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医对于中普两国之间的交流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葡萄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 丰富文化的国家 中普两国之间应加强彼此的文化交流 增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正如当年通过丝绸之路 将茶叶 香料等带到欧洲一样 现在中国也要把中医带到葡萄牙 及世界其他国家 接下来 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热敏究委员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谢丁一发表讲话 介绍了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的历史和发展宗旨 参加研讨会的墨桑比克卫生部 传统医药研究院院长 Fidelis Bella Capesil就传统医学在墨桑比克的重要性发表了讲话 研讨会最后葡萄牙传统医学院与市中联热敏究委员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10月16日下午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鸿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分别于海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李斯本签订 关于跨境投资银行业务战略合作一项书 海通银行董事长龚李启辉先生 在签约仪式后接受了普华报记者采访 他表示此次签约标志者海通银行真正开始推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 跨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也是海通银行第一次和中国省级政府地方企业进行合作 为湖北省大型企业在海外创造了一个国际化的新平台 通过葡萄牙这个门户不断向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 实现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 也为企业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 湖北省代表团团长徐定远在签约后 向普华报记者介绍了此次与海通银行签约仪式的重要意义 他表示此前湖北三峡集团已在葡萄牙收购了一些大型企业的股权 并参与了相关企业的合作 红太集团湖北交投集团作为湖北省的大型企业集团 有信心也有实力加强于葡萄牙方面 在股权投资并购重组和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合作 第二届旅西桥界青年发展论坛 于18日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召开 出席本次论坛的主要嘉宾有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参战朱建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 欧华联合主流社会工作委员会主席毛峰 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尼叶敏 西班牙连锁企业协会常务董事埃多阿多阿巴蒂亚 共有八位桥界发展代表参加本次论坛 分享了他们的感受与经历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 欧华联合主流社会工作委员会主席毛峰 在致辞中表示 第一代的履西华侨华人为我们累积了宝贵的经验 而现在履西桥界正面临发展的关键时期 需要更加的融入更好的转型 他表示履西桥界青年发展论坛 获得了广大西班牙友人的支持 西班牙当地企业精英的构思与想法加入了论坛讨论 对桥界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对于华人企业进一步的转型和升级起到了助力作用 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尼叶敏随后致辞 他表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残酷 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繁荣的今天 信息瞬息万变 企业淘汰率加大 青年人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希望 也是未来的中间力量 今天在论坛上发言的代表 是从各个领域与行业当中筛选出的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 在此与大家分享分析未来企业发展趋势 转型方向以及企业发展期间存在的问题等等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本次论坛有所收获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参赞朱建先生在致辞中代表大使馆向本次活动主办方及承办方表示了感谢 他认为发展论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对于总结过去和对未来发展思路进行梳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 珠参赞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的成功 感谢每一个演讲者的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 对未来有所注意 随后 西班牙连锁企业协会常务董事埃都阿杜巴迪亚 西班牙青田同乡会法律顾问及中西交流发展协会律师顾问陈李博 西班牙康泰旅行社总经理周文纯 西班牙好好集团执行总裁 青田同乡会副会长徐淼波 履息多年的白杰 北京红墙福瑞西班牙分公司总经理张建毅 西班牙青田同乡会常务副会长 和中西美食交流协会常务理事长林锦霞 中信国际律所合作人 西班牙华人法律援助会会长夏曲先后登台发言 通过发言人的分享 与会人员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 第二届履息桥界青年发展论坛圆满结束 11月10日世界旗袍会欧洲总会 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荷兰、法国等国家代表团 应市旗联合会北京总部邀请 参加了由市旗联合会北京非裔文化有限公司 与山西中生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举办的互联网加分享经济跨界峰会 继2017非裔之旅56个民族皮袍形象大使选拔赛启动仪式 当天下午两点整 在北京饭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市旗欧洲总会代表团 由欧洲总会会长房丹萍代团出席 市旗联合会发起人陪爱民主席为大会致辞 在致辞中回顾了市旗的发展历程 对市旗人的努力与付出表达感谢 对市旗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中国副官及入市首席谈判代表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 现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 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龙永图先生 做了互联网加分享经济宏观布局为主旨的演讲 市旗联合会属下各旗商城正式启动 并现场与浪沙集团 苏州三井刺绣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最后市旗会陪爱民主席宣布 2017世界非遗之旅 56个民族旗袍服侍形象大使选巴塞正式启动 联合时报巴塞罗纳讯 11月25日由济南大学饶敏副校长为团长的济南大学考察团 一行到达巴塞罗纳 展开对巴塞罗纳桥界的访问 26日上午考察团一行参观了加泰罗尼亚 玛塔鲁华人纺织子弟小学 并授予该校济南大学华文学院 巴塞罗纳中文实验学校称号 当天下午考察团与巴塞罗纳 多家华文学校负责人 展开座谈 详细了解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 华文教育推广情况 当天的授牌仪式上 孙思鹏校长介绍了马塔鲁华人 纺织子弟小学的发展历史 他表示 济南大学代表团来为我们学校授牌 是对学校的肯定 更是体现了祖国对海外华文发展的重视 这一授牌仪式 对我们这些在海外办学的华人来说 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鼓舞 考察团饶敏副校长 介绍了济南大学的发展历史 同时也高度评价了 马塔鲁华人纺织子弟小学 在仅仅办学两年的过程中 做出的贡献 中国驻巴塞罗纳总领馆 汤衡总领事出席了当天的授牌仪式 他代表总领馆 对马塔鲁市政府 及斯特兰西亚学校 多年来对华文教育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感谢 汤衡总领事发言说 今天这所学校获此殊荣非常不易 希望该小学能够以此为新的起点 弘扬和传承中国文化 总领馆将一如既往的 为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持与协助 希望各华校能够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 共同为中国语言和文化 在海外的传承和发展 做出努力和贡献 2016年11月25日 中国驻巴塞罗纳总领事 轴访海尔伊比利亚公司 并与中资企业驻巴塞罗纳负责人 进行交流 海尔伊比利亚公司副总经理赵阳 详细介绍了海尔集团发展历程 企业战略 全球布局 以及欧洲和西拜亚业务发展情况 汤衡总领事高度赞扬海尔集团的开拓精神 和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 发挥的掩领作用 详细询问了海尔伊比利亚公司经营状况 面临困难等 表示愿为该公司拓展西拜亚加泰罗尼亚 自治区业务提供必要的支持 座谈会期间 中资企业负责人 还就西拜亚和家区政经形式 中资企业在西发展环境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座谈会后 汤总领事和中资企业负责人 一同参观了海尔产品展示 以上就是本期每周焦点的全部内容 若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访问环球伊比利亚传媒 普华报 及西拜亚联合时报官方网站 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